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脱发 南瓜子的生发作用高于其他食物 其中含有的新含量也很高 新作为头发生长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可以改善头发稀疏 霸色枯黄的问题 南瓜子好处虽多 但胃肠不好容易脏气的人建议不要食用 食用过多会引起消化不良 腹部闷胀等肠胃不适症状 平时建议多喝丁香茶起到养胃暖胃的功效 肩膀酸痛困扰着很多老年人的毛病 左肩痛大多是因为肩周炎心脏出现问题 肩周炎引起的疼痛大多是在劳累出现之后 心脏疾病引起的疼痛大多是与活动有关 右肩痛大多是因为急性胆囊炎症 因为急性胆囊炎症刺激了右肩神经末梢 所以右肩的皮肤出现了反射性的疼痛 那当颈肩疼痛时家里人给按一按 可能马上就轻松舒服了 但是没过多久就又发作了 或者是越按越疼 那么可能就是没有按对地方 那么想要防止肩膀酸痛 我们可以找到肩颈穴 像这样对肩颈穴进行刺激 肩颈穴是在大锥与肩锋连线的终点处 当我们用手指压肩颈穴的时候 就能够感觉到十分的舒服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简单的运动 来缓解肩膀酸痛 将两个手抱紧后脑 然后两个手肘拉开与身体平行 两个手肘再向内收拢 像夹住头部一样 反复的做这个动作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像这样 用左手拿捏右手手臂 从肩膀这里一直拿到手腕 再由手腕捏到肩膀 反复的五到十遍 那这几种方法呀 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肩膀酸痛 所以啊正在被肩颈疼痛 困扰的朋友们呢 不妨试一试吧 脏呢出现了问题 其实呢通过我们的脸就能够看出来 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如果呢你发现这个额头的皱纹呢增多了 而且呢还越来越密集 这不是说你老了 而是你肝脏超负荷了 是肝脏功能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措施 要戒烟戒酒 请喝水 尽量的别吃动物的内脏 二黑眼圈 如果啊出现了黑眼圈 那这并不是呢你熬夜出现的 而是呢说明你的肾脏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啊就要呢 少吃咸的东西 少喝咖啡 多吃胡萝卜 这样呢可以减轻症状 并且呢不要盲目的用药 否则呢会加皱黑眼圈 三脸色不好 那当脸色不好时呢 说明你的肺不缺氧 可能呢是肺功能出现了问题 所以啊我们要适当的运动 嗯增加肺活量 还要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和粗纤维的食物 四鼻子发红 如果呢鼻子红的比较严重 那么说明呢是你的心脏啊出现了问题 那就要多注意休息了 少吃油腻 多吃清淡的食物 无嘴唇呢浮肿 这有可能呢是由于肺痙磷引起的 可能是胃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多吃一些养胃暖胃的食物 像土豆和热量高的食物 那正所谓 橡油新生 很多时候呢身体出现了问题 我们呢外貌才会出现问题 所以呀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呢 都知道呢吸烟不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害 对身边的人也有很大的危害 那很多人呢经常尝试戒烟 但是到最后啊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经常听说戒烟要有意志力 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有意志力呢 其实呢戒烟要有正确的方法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说几个戒烟的小窍门 大家呢不妨试一试 第一可以啊用替代品来代替香烟 想要一下子改变抽烟的习惯 肯定呢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要呢循序渐进的 逐渐的减少抽烟的次数 最好啊能找到替代品 比如啊当你想抽烟的时候 可以啊喝喝茶 吃点瓜子 水果 或者呢是嚼口香糖等等 第二 多找事情做 不要让自己呢闲下来 那经常抽烟的人 一有时间啊就想抽一根 很多时候呢都不受控制 很多人呢也因此成为习惯 但是啊在戒烟期间 就要呢自己多找一些事情做 当时间空下来的时候 不妨啊去健身房 运动运动 不要让自己呢太闲 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不想抽烟了 那第三就是呢 中医的血味戒烟法 在列区学和阳区学之间的终点处呢 有一个甜美学 用拇指用力的揉 这里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压痛感 那当我们想要抽烟的时候啊 就用大拇指来掐揉这个血味 30到50次 嗯这是因为啊这个血味可以破坏吸烟产生的愉悦感 使你呢产生口渴口苦头晕的症状 对香烟产生厌恶的感觉 让你啊不再想抽烟 那这个方法啊适合所有的吸烟者 但效果呢也要因人而异 要长期间 血压是很多中老年人的烦恼 按摩血味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 那其实呢是在我们手上就有呢 两个血压反射区 就在我们中指的两侧 在挨着食指的这一侧呢 是高压反射区 如果有高血压的人 就可以经常按摩挨着食指的这边 还有呢按照无名指这一侧呢 是低压反射区 那这两侧高压和低压呢 要弄清楚了再按摩 不要呢弄反了 如果高压的人按低压反射区 那时间长了 血压呢会升得更快 那一般情况都是高血压的人 要比低血压的人要多一些 所以高血压的人可以每天 用拇指来推高血压反射区这边 从指根部往上推 推个三分钟到五分钟就行 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反射区 对降血压有很好的作用 就是心脏反射区 它在我们的拇指直下来的这个地方 推按的时候也是用拇指 或者是利用刮刹板也可以 推按三分钟到五分钟就行 那有高血压的人 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 就可以对这两个反射区 推一推揉一揉 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降血压的效果了 先要养心 抑郁伤心 注重养生 先要养心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木子 心脏病啊 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危害着我们的生命健康 那有时候还会带来 呼吸不上 呼吸困难等症状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时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穴位按摩 达到有效的治疗预防的作用 一按摩致阳穴 致阳穴是在我们这个后背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在两个肩胛骨下缘的连线的中点处 那中医上讲 治疗穴呢 是人体的阳气 极致之处 经常按摩这里 可以很好的补心阳 按摩时可以用两个手的拇指来用力的 按压治疗穴 每天按摩五分钟到十分钟 通过按摩治疗穴 能够有效的缓解 心脚痛发作 心慌 胸笨等症状 二 按摩神门穴 神门穴的位置啊 就比较好找了 是在我们这个腕横纹尺侧 也就是呢 靠小拇指的这一边 这里呢 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神门了 那神门穴是保养心脏的重要穴位 当我们感觉到胸闷 胸痛 心慌 头晕 头痛的时候 就可以用拇指呢 按摩这个穴位 每天按摩两次 每次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缓解心脏病的这些症状 那平时没事的时候 按摩还能够起到 保养心脏 预防心脏病的作用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调味品 那是炒菜煮汤的时候必备的 那么你知道花椒还可以呢 用来泡脚吗 用花椒热水泡脚 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都知道 平时呢 用热水泡脚 对我们的身体呢 就有很多的好处 而在热水中 加入花椒 效果呢 会更棒 那方法呀 很简单 找一个棉布 包50克的花椒 然后呢 用绳子系解 加水煮开 大约40到50度 然后把脚放进去泡 泡20分钟左右 再用温水 把脚洗干净就可以了 花椒呢 可以反复的利用 每天睡觉前 泡一次就可以 花椒啊 花椒啊 本身呢 有驱寒的功效 那中医上讲 花椒可以去除里寒 浮正阳气 对于寒性体质 手脚冰凉呢 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而且晚上睡觉前 用花椒泡脚 还有促进睡眠的作用 这是因为呢 花椒有活血通过的作用 与热水放在一起 可以加强人体的血液循环 更加的有助于睡眠 那即使啊 是患有高血压的人 平时呢 也可以用花椒泡脚 那中医上讲的是呢 上病下治 乙病外治 所以呢 用花椒有助于全身的 筋络疏通 血脉流畅 使血压呢 更加的平稳 坚持呢 用花椒泡脚 有利于增济 足部的血液循环 对腿部的静脉曲张 防白发 抗衰老 都有很好的作用 可以起到哪 去病炎甜的功效哦